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铁馬等等 亦都有一些挑釁的行動 包括扔雞蛋 扔水瓶 彈光燈 激光筆去針對警務人員的眼睛去照射 對於警察總部的不同破壞 例如用一些漆油去遮掩他們的閉路電視 這些都是超越了表達言論自由的底線 我不希望見到這些事再發生 對政府任何地方的不滿意 我希望大家不要發洩在警隊身上 我們選擇以容忍的態度 是因為我們是以公眾利益 和我們同事的福祉 在大前提之下作出這個行動的決定 但不代表示威者所作出的暴力行為 違法行為是沒有後果的 所以我呼籲他們暫時 不要再做出一些傷害自己 傷害別人 傷害社會的活動 我也在這裏借個機會 呼籲社會人士不要再針對我們警察的同事 由於現在政治有些紛爭 不要讓政治的仇恨 放在我警隊的同事上 我們在中心等哪